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立中和高中的物理老师王一哲 在这次的影片当中,我们来分析钢珠云霄飞车的实验与能量的关系 在影片当中,我们做了两次不同的实验 画面左侧的钢珠可以顺利的沿着牵直远轨道比较一圈 右侧的钢珠则无法沿着牵直远轨道绕一圈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仔细观察钢珠由静止释放时的位置 我们会发现画面左侧的钢珠释放的高度较高 右侧的钢珠释放的高度较低 当钢珠受到重力的作用向下运动时 会将重力位能放出转化为动能? 钢珠的移动速度也会变快 当小球位于最高点时 所说的力为重力Mg向下 正向力N向下 因此合力等于正向力加重力 F等于N加Mg 其中正向力N的最小值为0 由于小球沿着远轨道运动 需要有向心力才能转弯 但是向心力是力量的用途而不是来源 需要有力量提供向心力 向心力的写法为 质量乘以速度平方再除以旋转半径 也就是M乘以V平方除以R 合力的最小值为Mg 此时对应的速度为最小值 因此速度最小值等于根号Gr 如果钢珠由禁止释放时的高度够高 当小球到达迁值远轨道的最高点时 速度会大于根号Gr 可以通过轨道的最高点 也就可以完整地绕迁值远轨道一圈 接着小明老师将钢珠放置在 牵直远轨道的最低点 改用手指弹钢珠 钢珠也可以沿着牵直远轨道 完整地绕一圈 我们来分析这个过程 首先手指对钢珠做正弓 因为手指对钢珠的施力方向 与钢珠的位移方向相同 因此钢珠的动能增加 速度变快 虽然钢珠到达远轨道最高点时 速度会减少一些 但是速度仍大于根号Gr 符合用重力作为 向心力时的最小速度条件 因此钢珠仍然可以通过 远轨道的最高点 在这个实验当中 我们看到了钢珠的动能与重力位能 互相转换的过程 这次的实验影片解析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